新生活报的读者 大家好 很快的新的一年又到来了 2019年将会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年 会有特别多的天灾 人祸 车祸和意外事故的发生 地震 风灾 水灾和车祸都会特别多 你们要小心西南方 东南方和西方这三个地方 特别是印尼 纽西兰 南美洲和美国这几个国家 要特别小心羊内的三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十月跟十二月这几个月份 尽量不要去这些地方旅游 可免侧免 孝猴 羊 鸡 龙 蛇 猪和老虎的朋友就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你们的运程会比较不好 一定要配戴五行塔的钥匙圈 在家里的西方和西北方放金属的物品来化解天灾和催旺财运 也需要怨血糖来化解车祸和破血光 还是可以配戴金的食物来催旺财运的 你们也是需要把五行塔放在家里的西南方来化解五行 特别在新年期间不要在西南方挂红布或者是红色的装饰品 甚至于是红色的灯笼 你们也可以在家里的东方放水的植物来催旺你们的财运 也可以在西方跟西北方放富汇船 金盐宝之类的东西来趋望2019年的财运 在此我祝新收获报的读者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生意兴容 财源广进 关系 关系 关系